這個小匙羹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川沛粉 放在碗裡 放大約兩茶匙的蜜糖 在碗裡攪拌 為什麼攪拌呢 因為蜜糖黏住川沛粉 不會浮起你慢慢搓拌 攪拌均勻後 只要一分鐘就放晒 把水打開 撞到水 撞到水後就像六張糊一樣 再加兩片薑 燉十五分鐘便可以吃 如果有皮薔果 最好加上皮薔果 撕掉皮薔果 撕掉一些滑 撕掉一些皮 只要用肉 撕下去 燉到十五分鐘 即是千貝的皮薔果 這樣 是的 是的 但如果是千貝的皮薔果 我現在想吃大約沒有皮薔果 你可以買濃味葉 或者乾的皮薔果 煎一煎水 拿水煲滾了就撞下去 當水撞下去 那你燉十五分鐘 是很簡單 一個人 如果半茶匙 湯匙就是三分之一 就是一個人吃的份量 半茶匙 加兩匙 兩片薑 你用檔面醬 倒入一點 薑 都是很大便的 如果你不用冷水 開它一點 你一滑下去它就會一塊 好像糯米粉一樣 就像丸子一樣 就不會變成這樣 所以就用汆入少許 你給一點水 開起那些蜜糖和米粉 然後一撞滾下去 它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這樣切的 那如果那些 譬如加啤薩呢 啤薩就夠了 不是 你一個人吃可以加五六顆下去 那如果那些葉呢 葉大概給三四塊煲一個人 你不用太多 那你就煲一碗 一碗仔 或者三分之八均 八均滿的水 所以小朋友咳也吃得不夠 好啊 男女老友 如果小朋友呢 你最好呢 我不知道你給不給田雞 吃不吃田雞 但是我認為如果我來煲湯煲這麼久 那些人說有粉就騙你了 你煲三個小時兩個小時煲湯 八千南北行 加兩片薑加蜜棗 給兩隻田雞 給他熟悉仔喝 咳也很好 哦 那時候這個方 就是舊的 只有股路的中醫 我的兒子小時候 整天咳咳到死 中醫 另外看一個中醫又不行 你看一個醫科醫生 吃麻黃素就吃到 麻都黃色了 嗯 那身邊有一次 我一般人下去撿涼茶 就看看我 有一個佐東的工人 你去那個佐東道 有個中醫 八十幾歲 很好的 就看他之後 他教我這些 我以後教了 獸金仔 我以後 那些女兒子 你也知道 幼稚園 還要練習 那些女兒子 都給他喝 哦 撞到肺 這小小小 沒那麼容易病 哦 這個小小 好像他們的喉嚨 啤開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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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南北行 八千南北行 一粒米酒 給一粒米酒 給兩片薑 然後加兩片薑 然後加兩片薑 對 這棵田街 你叫他湯好了 他都撕了皮 哦 這樣就可以了 八千南北行 是嗎 差不多一斤 你去藥材店買 一包包 買兩三包 在家 總之分開八千 八千一包 哦 對 八千南北行 總之他藍杏是多的 不幸就少的 不幸就少的 不幸不可以多 是啊 不過他會分的 你說給他進去 好聽 他會分的 不幸少少 不幸有毒 你不要自己分為藍杏 是 你說給他聽 藍不幸八千 那他就會給你的 哦 你說我用來煲湯 那他會給你 但是呢 因為藍杏不幸 你不知道那個比例 你不知道那個比例 哦 哦 你自己登入去的 我以前主演的時候